1.10.4.2 1.10.64 各位啊 我在6月4号这一天 我注射了第二剂AD疫苗 然后目前我身体 竟然没有 什么感觉 还记得上次我影片提到的吗 我注射第一剂AD疫苗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手臂非常的酸 非常的酸 而且注射的点它这过两三天 它慢慢的肿起来 肿了差不多两个礼拜后才消肿 但它这个伤口肿起来过程中 我的手臂周围还要长了些许的蕁麻症 就是你会偶尔痒一下想去抓它什么的 那今天已经是隔一天的同个时间了 给各位看一下啦 现在是6月5号 我就是在昨天这个时间点注射的啦 然后当然这张小卡 还有帮我们注射的日期啦 至于打第二剂到底会不会起副作用 还是说甚至不会起副作用这一点 我们要再请昌然哥未来有注射第二剂的时候 我们就麻烦他了 因为最近我看到他去施打第一剂AD疫苗 然后他的反应 诶 那个是真的 他的反应是真的 因为我的同事们有去注射AD疫苗的 差不多 大家几乎都有这种表现啦 可是我就觉得很神奇 为什么我竟然 跟大家都不一样 就连这个疫苗也想要边缘我 好啦我也让你们看一下我的注射点好了 你有看到吗 诶 这次完全没有任何真兆出现 我就觉得好神奇哦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上次拿到的同意书 他们就有讲说注射这个疫苗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呢 但能不要出现副作用是最好的 不然说最近 我正在水深火热的战场中 如果在这个时候有副作用的话 我会觉得 除了内心的压力极大 大家一起撑下去 好不好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啦 statt视频好不好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